陳老師工作設出品 Hi, 我是陳老師 在《道教神話體系》中, 三清之下叫做陸遇 我們以前看《西遊記》時, 一定會聽過有什麼三清四帝 唐僧一班人去偷食人心果 那一集有提過 而在《道教體系》中, 並沒有三清四帝 只是有三清六帝, 又或者是三清四帝 之前也說過, 西遊記的用詞是很搞笑的 你會看到玉皇大帝、如來佛祖、觀音等 也會在一起 如來佛祖本身的名字有問題 因為如來就是佛祖的意思 如來佛祖即是甚麼呢?佛祖佛祖? 即是用諜字好聽一點 看來吳成恩, 以前應該看過寵物小精靈 請你歸請你 小火龍小火 佛祖佛祖 在《道教》中, 陸遇其實是源自中國六合的觀念 所謂六合是甚麼呢? 六合是指整個宇宙這麼巨大的空間 有六個方位 一個是上、一個是下 然後是東、南、西、北 究竟有甚麼大羅神仙被列為陸遇呢? 有我們的玉皇 玉皇在六合中的上 是上至尊 全稱為薇羅至真玉皇上帝 他負責統御漫天 整個天庭都是他作主的 第二個是西方太極天王大帝 他負責統御漫神 下一個代表北邊的中天紫薇北極大帝 他負責統御漫星 對呀,那些Jingle Jingle Little Star 都是關他事的 在東邊的就是東極清華大帝 他是統御漫淚 而南邊就是南極長生大帝 他負責統御漫靈 他跟西方不一樣? 是這樣的 最後代表下的 就是誠天效法後討皇帝子 他負責統御漫地 這是所謂的六禹 除了六禹之外還有四禹 四禹這種說法是獨立出來的 即是六禹的另一個版本 四禹和三清組成了道教七寶 將玉帝和東極清華大帝抽出來 剩下的四禹再加上三清組成了道教七寶 而這個東極清華大帝也有另一個名字 叫做太月救虎天尊 四禹的職責就是協助玉帝執掌天道 所以其實六禹和四禹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係 六禹之首,玉皇大帝是甚麼呢? 玉皇大帝在道教神話中的正式名稱 是玉皇上帝 因為你看了西游記 所以先入為主 叫玉皇上帝為玉皇大帝 玉皇上帝很猛料 是高級的 他的傳稱叫做太上開天 執符御曆,含真體道,金缺雲公 久窮御曆,萬道無遺,大道明殿 浩天金缺,至尊玉皇 赦罪大天尊,率窮高上帝 傳稱有四十六個字 可能連玉皇大帝自己都還未記得這個名字 而在中國的民間信仰,玉皇大帝 俗稱天公 我們經常說的 天公不作美 天無眼 沒錯,你就是在說玉皇大帝無眼 你就是在說玉皇大帝不靚仔,所以下雨 就是因為你說天公不作美,玉皇大帝不靚仔 所以玉皇大帝就告訴你 他不止有A眼,有B眼,還有C眼 立刻下狗屎給你彈一下 讓你知道甚麼叫做天公不作美 我們經常說的蒼天,上蒼,老天爺 其實都是說玉皇大帝 因為玉皇大帝被視為神界的皇帝 你在搜索引擎中 你會找到玉皇大帝說是浩天上帝 其實浩天上帝和玉皇大帝是不同人 因為浩天上帝最早的時候 他是在上書出現的 而上書中說的這個浩天上帝 是儒家文化中的天神 而玉皇大帝是一個純粹的道教神 所以是不耐耐的 而玉皇大帝的傳說神話 亦眾說紛紜 時至今日,玉皇大帝也不知自己是怎樣出生的 因為在民間流傳了很多種不同的說法 有一種說法就是 有一個國王在求紙 然後求求求,便飆了玉皇大帝出來 第二種說法就是 玉皇大帝經歷了129,600年 唯一劫的很多很多劫才能成為玉皇大帝 就像考科舉一樣 考了很多年 又有人說是太白金星夏凡 然後找到小朋友做了玉帝 還有有人說是姜子牙峰做神 靚仔,我看見你骨格精奇 不如做玉帝吧 我剛用直勾釣了一條魚上來 要不要試試看 究竟玉皇大帝是怎樣出現的呢? 其實在宋朝之前 老天爺是民間自發認為 是天上最高的一個神 但這個說法 只不過是一個很虛無的說法 其實他不是代指某一個人 亦一直沒有一個官方認可 宋朝之前的唐朝 因為李世文和他們家都很喜歡道教 所以是追封了老子做皇帝 說他們自己是老子的後人 而慢慢演變到宋朝 宋朝覺得多好唐朝做這件事 騙到老百姓 讓他們可以順從天命,順從皇帝 所以宋朝亦打算學唐朝 去整個神仙出來 合法化自己皇帝的地位 一定要找一個神仙做自己的先祖 但不好意思 聖趙的神仙的官職 最大只到財神 那位神叫做財神趙公明 那你沒理由 你堂堂一個宋朝 泱泱大國皇帝 你的祖先 神仙的牌位 竟然只是一個區區的財神 不是大粒 怎麼辦 不行 一定要將它變得更大粒 俗語都說 輸人不輸陣 人家是老子 你怎麼可以衰過人家這麼多 這麼低級 你比唐朝老子的級別 低至七、八級 所以宋朝覺得不可以 靠契一個神仙來做自己的親戚 來娛弄百姓 但這一個想和神仙拉關係 合法化皇權的念頭 依然在宋朝的皇室內 根深蒂固 後來去到宋真宗時期 當時宋寮簽定了善淵之盟 善淵之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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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說要和隔離結為兄弟之邦 善淵之盟之前有提及過 將燕淵之盟給了遼國 同時也要答應遼國 要供大量稅幣來換取和平 貼錢買外交 所以簽了善淵之盟 在民間有極大的反響 宋朝的官吏和皇室的明星 也直線下降 即是覺得這群人 又於乎又無用 是垃圾 當時在位的宋真宗很擔心 怕自己的皇位有一天會不保 日思夜想 終於想了一條計 就說 哎呀!天帝突然報夢給我 哎呀!和我說了很多事情 哎呀! 不僅天帝報夢 而且還偽造了天書 宋真宗在電視機上 和全國人民說 各位子民 我昨晚發了一個夢 夢到我們家裡的祖先 趙公明 即是很低級的財神 祂偷偷地告訴我 祂說天庭會在今年寄一份天書過來 去拆封人界的皇帝 雖然我不知道那個皇帝是誰 可能有可能是你們 也不要緊 如果是你們,你們就當皇帝吧 但是我想那個名字應該是寫我的名字 所以你們還是不要想那麼多 風水輪流轉 怎樣都不會轉到你家 只會轉到我家 聽完皇上的電視直播之後 大家都拍了手掌 很開心地說 哎呀!我們皇帝終於被人拆封了 好開心啊! 他好聰明啊!光中耀祖啊! 我們人類爭光啊! 好愛你啊皇上! 為什麼你可以這麼偉大 這麼聰明啊! 沒錯!所有的老百姓都相信了 演戲續傳套 宋真宗還不知道在哪裡 真的做了一份天書出來 天書的內容就是 拆封趙宋為人間正統 還宣告趙宋會傳世七百代 不是七百年,是七百代 七百代啊! 一代三十年,都要玩兩千一百年 既然你玩到那麼金了 又說要天界拆封你做皇帝 又要給照書你了 宋真宗要回禮才是 所以宋真宗就投桃報禮了 下令為玉皇大帝廣開道場 大為祭祀 多謝玉帝,你拆封我做皇帝啊! 多謝你這麼看得起我啊! 我本來已經是皇帝 你再拆封我做皇帝 我真的很開心啊! 當然了,玉帝對你這麼好 你也要對玉帝好一點才對 所以自此之後 宋真宗就替玉皇大帝 起了一個專號 名字叫做 太上開天執符御曆 含真體道玉皇大天帝 原來這麼長的名字 就是宋真宗的謀理搞出來的 其實你要看回 宋朝的這個舉動 是官方正式宣告 玉皇大帝是天界最高上臣的第一次 所以也是由這個時刻開始 玉皇大帝正式誕生了 恭喜!恭喜!恭喜你做玉帝啊! 哎呀!講這些! 你也做了人間的皇帝啦! 大家敢壞啦! 一起happy,抱頭抱頸啦! 以後多多關照 其實玉皇大帝有些類似於 希臘神話裏面的宗師 是眾神之王 統領三界十方四生六度 所以也是猛了東西 好,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是陳老師 無花無假,講講神話 我們下集再見